松鼠有一个习惯,过冬之前会囤积很多的食物,但不是所有的食物都会在冬天吃完,甚至有一些食物早已没变,却没有及时处理。 人也有类似的情况,想尽办法添置新的东西,但是旧物不舍得丢掉。 在想要丢掉旧物的时候,还觉得旧物也许用得着,就留下来了。 就这样,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。 以上描述形成了一个概念,松鼠症,表现为无节制的囤积。 深入分析一番,我们还会发现,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,暴露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缺陷。 01,优柔寡断的样子,让你常常陷入困顿。 一个人的优柔寡断,再体现在三个方面,物质的取舍,人际关系的取舍,房屋和心情的整理。 买东西的时候,不会犹豫,因为认识到,这样东西是有用的,需要的。 买买买的习惯,自然就形成了。 可是要丢掉某样东西,就舍不得,因为你意识到了残余价值。 比方说,一台已经无法运行的电脑,放在角落里,灰尘很多了,并且你有了新电脑。 当有人要收走就电脑的时候,你不愿意,因为你觉得就电脑里还有硬盘,硬盘里有一些可能需要的资料和图片。 结交亲戚朋友的时候,你认为朋友多了路好走,各种社交场合,你都想亲自去走一圈,和大家喝杯酒,互相问候,提交明天。 你意识到,眼前的某个人,现在无用,但是后来可能成为合作伙伴,有利益交换的关系。 生活的圈子特别大了,自顾不暇了,你还在努力维系。 150定律告诉我们,熟悉的人,顶多是100多人,常交往的人,就二三十个。 类似的道理,你很清楚,但是不知道拒绝谁才好,总是不好意思。 在整理房间和心情的时候,你是矛盾的,太多的东西拿得起,但是放不下。 连一个快递包装都要留起来,也许你下次邮寄东西就用上了。 事实证明,犹豫之后,你大概率不会扔掉之前拥有的东西。 烦恼也因此产生。 没有选择,不知道如何选择,就是等着事情到了某个程度,逼着你去选择,或者你被别人选择,去留,失去了主动权。 零二,吃烂梨的习惯,正在拖垮你的生活质量。 有一对夫妻,妻子很节约。 每次买了梨子,妻子就把好梨子挑出来,把烂梨子削,一削,把腐烂部分丢掉,剩下来一点还算好的梨肉,就是盘中餐。 烂梨子吃完了,再去看留下来的梨子,也有了腐烂的痕迹。 以此类推,这对夫妻,从来没有吃到新鲜的梨子。 最可怕的是,烂梨子的吃法,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比方说,昨天的开水,不能倒掉,要喝完了,才能喝今天的开水。 导致一整天,都是喝昨天的开水。 烂拖鞋,不能丢了,必须烂到穿不稳为止。 导致新拖鞋,被收藏起来,也会重铸。 隔夜的饭,味道不好了,但是要吃掉之后,才去吃今天的饭。 不知不觉,今天的饭,也被搁置了,产生了不好的味道。 为什么不把几个烂梨子丢掉,从今往后都吃新鲜梨子了,太不可思议了。 花钱不少,东西很多,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高。 最可怕的是,腐烂,多灰尘,压箱底的东西多了,屋子里的环境变差了,影响了身体健康。 要是妻子什么都不舍得扔掉,丈夫却坚持要扔掉,还会产生争吵,家庭乌烟瘴气。 煤气灯效应也就产生了,有人对另一个人进行精神操控,企图用尽一切办法,说服另一个人,接受某些错误的观点。 现实告诉我们,窗明激进的家庭,才是幸福的,若不是这样,家庭就不够幸福。 03,对大量物质的依赖,其实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 为什么不舍得扔东西? 往往是这样的性格,缺少了什么,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,内心有淡淡的忧伤和焦虑。 我的老邻居王大爷,买了一个豆浆鸡,就是为了给三岁的孙女做豆浆。 后来,孙女去外的读书,只有过年才回来。 大爷的女婿要拿走豆浆鸡,但是大爷不太愿意。 大爷说,要是没有了豆浆鸡,过年时,孙女来了,怎么办? 女婿哭笑不得。 大爷没有搞明白,孙女已经长大了,对豆浆的热爱减退了。 万一孙女需要豆浆,可以去街上买,或者让女婿把豆浆鸡还回来。 不舍得扔东西的人,常常有王大爷的思维逻辑,担心特殊的时刻,特别的问题出现。 有些气人忧天了,人生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情况,真的不要阴夜费时。 若是没有几双鞋子,就走不好路。 若是没有几套衣服,就会毁掉形象。 若是没有旗背的装备,就不能去钓鱼。 这都是对生活的刻薄,是人为的制造了不安的因素。 04,手表定律告诉我们,若是有两块表,时间就会有一点差距,让你不知道以哪一块表为准了。 丢掉一块,就清晰了。 再说了,时间相差几秒钟,是没有关系的,幸福的生活,不太需要争分夺秒,而是慢慢来,闲敲旗子落灯画。 作家山下英子在《断舍离》中描述,人们在生活中对于一些用不到又舍不得扔掉的物品进行了划分归类, 区分出了生活中那些不必要得到,没必要保留和应该舍弃的物品,进而衍生到对于生命的思考。 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物质和人际关系时,我们常常被松鼠症所困扰,无法轻松地做出决策,不知道如何舍弃多余的东西,导致生活质量下降。 但是,要提高生活质量,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应对这种情况。 首先,我们可以学会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。 像松鼠一样,我们可以对物品、人际关系、心情等进行分类,明确什么是真正重要的,什么是可以舍弃的。 这需要审视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,以便更好地理清思绪。 其次,定期清理是关键。 拥有清爽整洁的环境和心情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和快乐。 每隔一段时间,花点时间清理家里的角落,处理那些不再需要的物品。 同时,也要经常检查自己的人际圈子,了解哪些关系对你有益,哪些关系可能已经不再健康,需要舍弃或修复。 第三,拒绝买买买的冲动。 我们不应该通过购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或不安全感。 要坚守理性消费的原则,仔细考虑每一次购物的必要性和价值。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增加无谓的物品负担。 生活中,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大道质简的道理。 繁琐的物品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。 相反,它们可能会带来压力和焦虑。 只有在简化生活的过程中,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生活的美好。 最后,要明白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。 过于追求物质和拥有,往往会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本质。 与家人和朋友的美好时光,自我成长,健康和内心的平静比起来, 那些累积的物品都显得微不足道。 所以,让我们摆脱松鼠症,学会断舍离,追求更加简单而有质量的生活。 只有在减少物负担,减化人际关系,清理心情的过程中, 我们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,享受到真正的幸福。 这是通向更高生活质量的道路,也是更加充实的人生之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